2012台湾自行车节即将从11月10号到18号盛大登场 交通部观光局结合了宜兰花莲和台东县政府等单位 推出多项好玩又有趣的自行车活动 要让民众透过骑自行车感受各地的特色以及人文风情 由观光局举办的2012年台湾自行车节系列活动之一 将会有10个各具特色的团队分别从台湾9个地点出发 骑乘自行车环台9天总里程数达900公里 透过活动来体验台湾各地的美景和人文风情 我们把台湾自行车节行作为台湾的四大节性活动 最主要的概念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热火的一个活动 让全民都能参与而且是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台湾 曾经以电影练习曲引发全台骑单车热潮的单车达人 冬明向今天特别出席记者会 推荐他个人最喜欢的私房路线 邀请民众边骑单车边享受旅游的乐趣 骑到北约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集一下 然后喝喝咖啡的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南洋平原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龟山岛 那到了一个鲁冬 然后可以的话我们会在当地那边泡个温泉 那温泉之后我们就坐那个台铁回台北 交通部观光局更和宜兰华东县市政府合作 将于11月10号到18号活动期间 透过各种专业挑战赛 亲子和家休闲活动的举办 专联台湾各旅游景点 提供民众丰富又多元化的单车体验 中家台北新闻李依如 采访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